哦 哎 你看那是烧香拜佛的吧 这里面 对对对 北地庙 嗯 你看这庙很多 烧香的这种 那个老房子 有水箱的感觉 哦 这确实就是水 对 就是有水箱 南洋古道 你看见没有 这个以前是叫航运 南洋古道 我觉得 对 这就是小火车 哦 这条路好看 也是有南带感的 哦 它村口都有这种静着神 对 南洋古道 昨天那个人跟南洋古道 想吃好车就要带到这种地儿找 特别讲究这个 对 河边什么的 哦 然后这还有他们 望龙西汉 是什么念吗 望龙西汉 对 龙 是兴隆的意思呗 哦 它这好多都是一个 赞助的出钱的人 是吧 嗯 这边 太多是 嗯 好棒啊 它这个树好粗哦 说不定这个车子 可能这个很久很久 是吧 年代 是啊 中国南风店 看一看去吧 行 我看这周围啊 那有没有车 你在管过去可能不好吃 我觉得 好漂亮啊 那这个就是 这条叫龙江 对吧 这条叫龙江 对吧 都看一眼了 这个叫西江 它那个实际上珠江啊 是由西江 东江 还有什么江 就多条备合起来的 你知道吧 咱们哪个人 现在路过的西江才大的龙江 对啊 你看这个水面多寓阔 它水深估计也深 它所以说 你看前头咱看那个码头 集装箱直接上码头 船就进海了 你知道吧 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 你知道吧 这江真的很大哈 大江大河了 对 夏冬村 就龙湾小区 等年之间 盖这么大的别墅 对对对 你看这个 紫金花是吧 开的挺好的 这就是村子 正直之神 哦 土地 路头 正直之神 还有家路台 这边的人都有敬畏之心 我觉得 这儿人过得这么看 真是 好横好横 你看这都供着 这儿也 什么墙啊 路啊 门啊 都会有这种供奉 是不是 对 你看刚才那个人家的路口 他不也有了 是吧 对对对 这儿住的好舒服啊 这儿真是舒服啊 嗯 这是不是都是一家 都是一家的 这不是嘛 3号 5号 6号嘛 这一家 都盖的一样的 都没人住 你怎么写的呢 3号 5号 6号 是吧 这可能在家吃完也没盖的 对对对 这是沿着江 沿着别墅区 走着走 前面就是中外运码头了 他这儿就是西江这个水深估计也是挺深的 利于航远 他这儿佛山产的东西 你直接上船 就出口出去 你看啊 他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 有早期九江境内有九条河流涌入西江而得名 九江境内有多条河流 古人以九为多 知道吧 对对对 他这儿佛山还用竹竿的 都是竹竿的 那这就是九江得名的来列 对 这边就河流很多 河往密布 有点小水箱的也行 江西那个九江 它确实是九条江汇出来的 你知道吧 帮我查了一下 这个九江好像就是多条河 汇入到西江 你知道吧 西江是他这儿最主要的 西江东江嘛 东江也很大 增加庄大道 对 这属于九文化 这条街 是吧 九江双征 咱可能在路上看的就是这个牌 这场我回CDC也错不了 对 最会做生意 他们来这边 玩的最多人是珠海人 嗯 他去那里面挺近的 他去到花带里面 没啥区别是吧 这都不远 对 南国酒镇 最美如香 对 你看他有霍尔强的造型 是吧 对 就是岭南文化 你看他都有这种小空气 这边感觉没有那边热闹你发现了 这边差点 那边可能跟有水有关系吧 我觉得 对对 这也是景 这方面是景 那时候发展的不太一样 对 你看这种小河道 对吧 这不是这也是河道吗 临水而鸡 都是这种小车子 哇 这么窄 怎么过得去啊 没过得去 我觉得也够呛了 我不知道 但我车觉得够呛了 我看你这边 我看你这边 这边可以 就看你那边 我这边也可以 好窄啊 他可能又不让那个大物流车进来 嗯 这是西江 这个 沿着西江这周边的这种 人们 封城 嗯 他们身上摆行飞 你看 嗯 现在我们这是九江镇 还挺好看 那这也在进步中啊 对啊 这也是 那你哪天跟他聊聊 他给你个配方 给他们的 酒畅费 哈哈哈哈 加油 嗯 加点油我去 西花的毛刺 好贵啊